這件事到現在沒緊收拾 坦白說 孫英中 你還要等他 他也涼涼 兩塊錢 這才會蓋他沒關係 所以這雄東革展 民進黨執政的革展 有雄東的概率 所以這回 尤其過年時間 有的人過年前出離去逃 不能回來 靠電話要回來 圍路不可以回來 要回來團圍不可以回來 有的要處理 不能處理 這個中間 臺灣人在過年 這是最好的事情 這件事政府 動作兩兩兩塊錢 他跟動作無聊無聊 我跟你說 這已經對民進黨執政 增加一個新的危機 如果你們這個團隊 也就是為了你政治派黑的利益 連累不顧臺灣人民 包括消費者的關係 甚至非兴安全 這麼嚴重的事 你們經燃動作無知會輸 所以在這個勒豬相逢 在協調的中間 概率 可以說在這個新生態 甚至公營的道徵 我們是不需要用陰謀倫 今天林家龍跟田文燦 他們兩個就是未來的競爭者 他們兩個就是劃青甲 現在最大的對手 在放棄他們兩個大尾 所以在這個情形和三角問題 作成今天一個發行的百天的事件 一定萬年到今天沒辦法解決 完全是不可思議 那麼當時 公公園在百天的時候 你不是很傻的 一個手就吞了 要輕鬆 輕鬆的中間 當時是張友芬怎麼落台 這個交通部長要讓一個發行 當事長落台 那有這麼困難 不可能啊 林家龍你是怎麼做不夠 我告訴你這件事 家龍你如果沒擲比較困難就對了 沒有運起來 你穩好色的啦 你就沒有2024了啦 人在挖口讓你跳 你還看不見 你還看不見